又賺了10個小時 哈囉大家好我是龍圓娜 今天呢是我們麥可美麥三層的第70集 終於來到70集了呢 呃...算了 好不敢 反正呢 呃...我在這裡就是掛機了一個晚上 然後就拿到了 呃...這些仙人掌 然後那個小的也有 這個小的這個小的 也有一組有30個 還不錯 產量已經算是夠了 然後上一集呢 有觀眾跟我說 就是這個生怪塔對不對 它... 呃...其實蜘蛛落下不會有蜘蛛眼 所以說那些蜘蛛眼好像都是女巫掉的 好像啦 然後啊 關於我對沙漠水井的疑問 好像有觀眾說 呃...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本來要生成村莊 然後生成失敗 所以才會有一個水井 是這樣子嗎 我不知道 嘿 然後啊 我在這邊私底下就是 把這邊全部都產平了 就為了這一集要幹嘛 因為說真的 我挖那些東西真的太好時間了 所以說我私底下就是把這個地方給挖平 還不錯吧 填了一些地 然後...挖了一些有的沒的 所以說今天呢 我們已經有染料對不對 我們就要來做牧場了 沒錯 就是那種牧場 羊...給羊柱的牧場 聽起來就很可愛 給羊柱 連柵欄都已經事先拿好了 可是柵欄這樣子的量其實不太夠 我覺得54個絕對不夠 我覺得至少要三組 所以說我們又要來砍這邊的樹了 那我真的覺得這個樹長太矮了 我...之後一定要把這邊就是提高一個 它長太矮了 就是... 嗯... 我這樣子每次砍樹都要先打掉樹葉 雖然它不會長太高 可是... 這樣真的很討厭 然後啊 上一集的投票結果 雖然說大部分的觀眾好像就是覺得 啊遊戲嘛開開玩笑沒關係 呃...可是... 我覺得還是... 不要說比較 因為... 馬上就... 又有人誤會了 你們可以去翻那一集的留言 真的 又有人誤會說 我是說用煙火的你有病 有時候我都懶得解釋你知道嗎 然後... 各位有發現嗎 我現在的鑽場已經快要爆掉了 等一下... 我是把鑽場是耐久三了耶 一個不小心而已就... 就快爆掉了 那它爆掉我們就哭死了 所以說我們... 呃... 在... 該牧場之前我要先去... 修一下裝備喔 一樣 樹苗都要全部種回去 這個是永續發展 各位小朋友 如果要砍樹的話 記得要種樹 而且要保持著 今日砍一顆明日中兩顆的想法 來去砍樹 這樣子就可以... 嘖... 真的好少喔 才一組又32個耶 呃... 不管 我下次一定要把這邊 全部再抬高一個 不然太少啊 好的 那一樣 來分解 做成木桿桿 然後開始 做籃桿 這是門 我怎麼一直搞錯啊 籃桿 籃桿 這些一定不夠 絕對不夠 所以說我要繼續 這樣還差不多 那我們目前也有了 快要四組的籃桿 等一下 好像有點太多了 實際上應該不用那麼多啦 我覺得... 呃... 兩三組應該 弄得起來 來這樣 這邊的草除一下 那在蓋我們的籃桿之前呢 我們先去一趟中階修裝備好了 不然的話我們這些東西真的會爆掉 四個煙火不知道夠不夠飛到家 不夠的話就用跑的好了 這就是熬翔天氣的感覺 想不到一個煙火其實就可以飛這麼遠有沒有 其實也不是煙火就是... 翹翅的滑翔功能啦 直接穿越地獄門 飛進去 欸 等等 真的穿進去了 可是我忘記 我忘記地獄門要站在上面了 欸好多雞在這裡喔 欸怎麼有16顆雞蛋在這裡 欸 不只16顆欸為什麼 算了算了 欸死 什麼都沒有我什麼都沒看到 這些雞蛋是假的 好的然後我之前 一不小心錯過了就忘記說了 就是這邊啊 終界傳送門呢 它其實是可以由下面往上跳上去的 雖然說看不到黑色的東西 不過還是OK的啦 因為它就有點像是地獄門的概念 穿進去就可以 不限定是要從哪一邊穿越 因為它就是一個那個傳送門方塊 嘿 哦 好經驗 等一下等一下 我這樣子沒用 我要 我要給鏟子吸的 然後我不要拿這把劍好了 我拿一下沒有經驗修補了 不然的話會一直修這把劍 然後裝備修好了 有人跟我說裝備 如果你裝備上去的話 不管它有沒有修滿 都會吸經驗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是不知道啦 我知道你武器有經驗修補 它會一直吸 來我們就在這邊掛機個一陣子喔 然後等我們把裝備修滿再回去 然後啊我在上一集 看到有一個回覆很可愛就是 它叫我打100隻安德 呃那個 那個你要不要看一下我殺死多少總界使者 打100隻安德算什麼 OK 這樣子 我們東西全部修好了 然後裝備穿上 我們回去了 還好就是我之前在這邊睡覺 就不用再從那個海底層這邊跑過 OK的 來來來我們繼續喔 繼續蓋我們的這個 木場 那我個人不太喜歡就是跟這些 圍牆圍在一起啊 所以說我應該 像這樣子的另外圍一個才對 欸欸欸欸 好殘念喔 還要圍著這個鐵圈塔蓋 或者你覺得鐵圈塔好像有點佔空間對不對 超佔空間的 這樣好像有點太大了欸 真的不要味道這麼大嗎 這就只是個 牧場而已啊 這樣感覺真的有點太大了 欸欸然後我發現這些地方 這個是粗泥欸 原來這邊也有粗泥啊 我還這麼久第一次發現 粗泥 不要不要粗泥 我把它換成泥土 就是說粗泥到底可以幹嘛 這些粗泥啊到底可以幹嘛 它有什麼特殊的作用 還是它就只是泥土的變種而已 OK想這樣 圍起來就好 一個大牧場 接著我們就是把羊給引過來就對了 然後我才不要用小麥銀 因為小麥銀很麻煩 又浪費時間 喔我九條穿手 你可以一次拉九頭羊是不是 很棒很棒很棒 泥欸 泥就是其中一頭喔 還有誰還有誰 所有的羊都過來 排排站過來 五頭 還有一頭在前面我沒有拉到它 總共七頭羊 你們就是我的七星羊有沒有 那我們盛產的羊毛就叫做 幹嘛啊 為什麼你要一直拖隊 說話喔 我們盛產的羊毛就叫做七星羊毛 太棒了 每次都要慢慢 還有一頭欸 八星羊毛 九星羊毛 好 來來來進來進來進來 都進來都進來 都進來 進來欸 不要卡在那邊 進來 斷掉了 把那個孫孫還我 OK都還我了 欸我怎麼剩六條了 結果到後面 九條變六條 欸 OK 這樣子我們就羊 不行啊 我只蓋這樣子 就 就只是 養羊的地方而已啊 根本就不是 那根牧場 我們要蓋一個 呃 我不知道 像牧場的東西吧 那首先呢 我們就是 清出一個空地喔 在這裡好了 這個地方 這個小空地 來來來 我們這邊全部清清挖掉 挖成這個圖 一定要事先挖 不然的話那個 羊會把它啃光 看起來像一個足球場有沒有 然後 就這就是我們空地 來來 我們這邊沒有原木堆 我們暫時先用這個 補起來就好 等一下我忽然發現 我要做的東西是這樣子欸 哈哈哈哈 結果還是一樣啊 那這邊也換成木頭好了 嘿 這樣子 然後裡面 裡面挖平 欸你們這 你們這些羊過來這邊喔 你們是我們這個國家的棟梁 喔我們這個牧場的棟梁欸 OK有沒有 這樣看起來漂亮多了 抱歉啊 那個 我的建築天分真的 不這麼好 我只是想到什麼就蓋什麼而已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看起來就是一個 呃 我也不知道欸 這到底像什麼東西啊 羊真的會住在這裡裡面嗎 不知道 這樣子羊總會進來了吧 他可能會覺得 啊這裡感覺很舒適 不管不管我一定要拿乾草捆 你放在那邊營養他們 那我們拿到了大概就是這些的小麥 好的 那我們來合成乾草捆喔 一樣 就是把它放進這裡面 然後 拿出來 等一下 這是麵包 等等等等 乾草捆是這樣做啊 乾草捆是這樣 這些全部做成乾草捆好了 反正乾草捆我記得是可以復原的 可以可以可以 有多的就再把它復原就好 OK 那乾草捆呢 我們就放在 放在 這些地方好了 OK 這樣子我們就完全放完了 有沒有 太棒 嗯嗯很棒啊 感覺還不錯啊 來來來 你們都過來 你們都過來 來來來 可愛的羊羊們 喔 呵呵 我感覺好恐怖喔 那個 這才知道羊會瞪著你 瞪著你心裡發寒 你知道嗎 欸不過我還是覺得好像少了什麼東西欸 呃 各位 如果覺得我這個牧場好像少了什麼東西的話 麻煩就是給我一點建議 感覺 感覺這樣子 好像不太夠欸 真的太少了 真的太少了 我真的要再多一點東西才可以 好那我們這集就差不多先到這 那如果您喜歡我影片喔 感謝下方點個喜歡 別忘了好訂閱 如果怎麼建議的話 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讓我知道 或者知道我的粉絲熊私訊我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